2018年末不只是三年期和五年期,美债收益率到挂欧洲美元期货收益率区限也发生了反转。 从欧洲美元期货的收益率区限来看市场预期离岸美元利率将在未来两年走低,而长期一类的利率较目前并无明显变化。 Balhamber全球研究主管Jeffrey Snyder指出,该区限的反转是一个巨大的警告,几乎没有欧洲美元区限不能告诉你的消息。 区限显示,欧洲美元期货收益率预计在2020年9月前都将持续下行,这不是一个区限,不是一个正常的区限,这是一个告诉我们有麻烦了的清晰信号。 三个月期LIBOR利率目前略高于2.8%,与连岸美元收益率区限中2024年对应的水平一致。 这一收益率,几乎高于各期限的欧洲美元期货收益率,欧洲美元是存放在美国境外商业银行中的美元,多位于欧洲。 智商所在1981年推出了欧洲美元期货,其价格反映未来特定日期欧洲美元的3月期存款利率。 最后,交个价格由最后一个交易日的3个月期,伦敦银行同意拆借利率LIBOR决定,欧洲美元期货的定价,反映了货币市场的状况,并隐含收益率区限的未来走向。 通常而言,进入了长期的投资收益预期,流动新溢价等因素后,收益率区限应当是一条向上的区限而向上陡峭的程度,则反映了投资者一段时间内, 不同的前景预期,如果投资者预期整体收益率下降。 收益率区限,甚至有可能发生反转,即长期限金融工具的收益率反而要低于短期限。 以欧洲美元期货收益率,区限为例,如果长端收益率更低,价格更高,投资者会倾向于卖出短期,同时满入长期欧洲美元期货。 不同到期时间的欧洲美元期货的价格,都在11月8日开始,逐渐上涨而12月以来,欧洲美元期货的期限利差,开始显著扩大。 近端的2019年到期的期货收益率,显著高于2020年到期的欧洲美元期货,而2022年到期的期货收益率,也开始显著高于2021到期期货。 2020年和2021年到期期货的利差,则缩改至接近零,整体收益率出现前述反转。 华尔街经文主编精确文章,此前提到历史上,准确预警衰退的三大领先曲线,油价曲线,离岸美元曲线和美债曲线,都在提示衰退到来的可能。 而Algebra全球研究主管Jeffrey Snyder指出欧洲美元期货收益率曲线的反转,意味着全球经济很有可能会遭遇严重挑战。 更多精彩财经资讯,请下载华尔街经文AP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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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